。 湖南卫视歌手牛啊!写手Jesse Jay副写中英文化交流新篇章。 近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对中国展开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而2018年2日2日中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布微博宣布Jesse Jay成为English It's Great的音方推广大使,并祝愿Jesse Jay能在歌手2018中取得成功。 。 据悉,不久前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宣布在2018年启动为期一年的English It's Great项目,支持并鼓励中国广大英语爱好者提升口语沟通能力,启动仪式在武汉大学举行,这也是英国首相访华参与的活动之一。 。 自次Jesse Jay担任English It's Great的音方推广大使,不仅表明湖南卫视和歌手2018节目影响力更上一层楼,更大地辐射向国际,并由此契机再次展示了歌手2018,在中英文化交流黄金时代中做出的优秀示范。 。 自加盟歌手2018以来,Jesse Jay在中国人气飙升,三连贯成绩不仅缔造了歌手记录,也引得无数中国民众为其疯狂打call,更有大量网友自发搜索他过往音乐作品,不吝赞美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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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掀起了中国观众了解英伦文化的风潮。 而作为将JZJ介绍给中国大众的平台,湖南卫视歌手2018,主动承担喜社会责任,正在不遗余力地发挥着主流媒体和优秀国产综艺在促进文化交流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处处彰显大台风范与顶级节目的黄金品质。 从早先的我是歌手掀起海峡两岸关注热潮,到去年的迪马西参赛歌手被人民日报称为一带一路上的音乐使者,引爆中哈社交舆论,并促成湖南卫视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签署相互理解和共同合作为忘录, 再到今年的英国歌手Jesse Jay参赛引发各界关注,并担任English It's Great的音方推广大使,种种事实均表明,湖南卫视和歌手2018的影响力已辐射海内外,走向世界级。 如今,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正处于黄金时代,作为桥梁的歌手2018。 不仅为两国人民共享彼此音乐艺术的精华,和交流互建的成果创造更多的机会,也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成为促进两国友好发展,加强人文互动的行业典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